天方 男人画 你有天方的消息吗 他在延安已经入党了 我好羡慕他 我要等着天方哥 等着他回来 男人画 你别等天方了 为啥呢 不为啥 天方他出去那么远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这女大当嫁的 该嫁去嫁吧 不 我就要等天方哥 我要嫁给他 不行 你不能嫁给他 绝对不能 为什么呀 你不懂 以后 你会懂的 我不懂 真的不懂 你听婶儿的话 你真的不能嫁给他 天方哥答应我的 婶儿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不是 是很喜欢你 真的 你长得 很像你爹 也像你娘 你见过我爹 见过我娘吗 啊 没有 没见过 那你怎么知道 我长得像我爹呢 啊 我是下菜单 婶儿 我真的不明白 乔本将军 乔本将军 特使先生 难道 我给你特意准备的晚餐 日本料理 你不感到满意吗 嗯 将军 我是满洲国 溥仪皇帝的特使 没想到 在满洲国的土地上 我的行动 却要受到限制 误会 一点小小的误会 特使先生 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 影响了我们友好的气氛 来 请坐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如何解释 将军阁下 这里是满洲国 这是满洲国的地图 你们怎么能在他上面 插满日本的国旗呢 特使先生 我们是受天皇的委派 来帮助你们满洲的 当整个满洲 都在天皇的光辉下 感到幸福和温暖的时候 这 就实现了大东亚共荣 我们要一起腾飞 一起发展 我们需要贵国的煤炭 来发展日本的工业 这一点 请特使先生 给你们的皇帝溥仪先生 解释清楚 使我直言 这些煤炭就是交给你们 你们没有现代设备和人才 也是浪费资源 现在我们是帮助你们开发 日本制造的先进机器 正在帮助你们建设 你说这样不好吗 将军阁下 我不想听您这样的解释 我只想问您一句话 如果在你们日本的地图上 也插上满洲国的旗帜 你愿意吗 特使先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这些话 已经极大地伤害了 大日本帝国的尊严 你要注意你的身份 我知道我的身份 可是将军 这样的事 如果继续下去 更要伤害日满亲善 特使先生 你现在是我们的敌人 来人 把他带下去 将军 溥仪的身边 绝不允许有这种私下的人存在 将军的意思我明白 如果溥仪皇帝和土匪元贤二将军问起 就说特使在视察的路程中 被山上派来的共产党 被暗杀了 明白 痛快 真痛快 那小鬼子叫什么来着 北村活该 对 为什么事跑到咱们中国来送死 周公 你太厉害了 啪啪两枪 转身就要走 这会干得干净 对了 还有一枪 应该是你夫人打的吧 我倒听到枪声了 可能是他吧 是我 你没看见 没有 根本没看见 你 他来我养去无踪的 我哪知道啊 不怕你们俩笑话呀 他每次下山呢 从来不跟我打招呼 不是 你们出去的话我都挺揪心的 他一个人往鬼子那闯 这万一乱到鬼子手里就糟了 对对对 政委提醒的对 大龙哥 你回家好好跟他说说 这打鬼子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万一有点什么意外 你伤心不说 那对抗日力量来说 也是一大损失 这点道理我还不懂啊 可 可我能说得了他吗 你们不知道 就昨天他下山的时候 跟我死相 一转身 人影就没了 要说 让政委去说 我可不说 娘来了 娘 娘来了 这我 听说那个小鬼子 被你给崩了 崩了 好 多杀些鬼子 替你爹报仇 娘 不光替我爹 也替更多的中国人 这个道理 娘懂 大龙 你媳妇呢 娘 您老咋问起她了 娘有话问她 她下山了 还没回来呢 大龙啊 我听说你媳妇 在山上 也是蒙着脸 不让人看什么 谁知道咋回事啊 弄得神神叨叨的 那天哪 咱们说起这个事 我一直在琢磨 她要是不经什么事 她不会这样 你说 咱们像一家人是不是 热热闹闹的多好 可是就她一个人孤零零的 你说这 这个 你说你们把我当娘 就不能把她当妹子 你们跟她好好闹闹 问问她有什么苦 有什么难 咱们帮帮她 不认识她 不认识她 你老说这些话 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不瞒你们说 这些年 虽说我俩叫夫妻 我老抄抄说她 是我的压寨夫人 天方是我儿子 可是我们俩 这些年根本就 就没住在一起 啥 娘 我是个粗人 不懂得识文断字 可我就爱听戏文 就喜欢 古人的豪侠 总是喜欢那些 传奇故事什么的 我老觉得 英雄救美 是我该做的事情 那年 我在十八盘山的悬崖前 救起了 想要自杀的明镇 她还有个孩子 就是天方 可这天方到底是谁的儿子 我也不知道 说心里话 我从心眼里 喜欢她 我也敬畏她 可是越喜欢她 我越难开口 所以这些年就由着她 她想干啥就干啥 她愿意咋干就咋干 就这么过来的 大龙啊 你要是不说这些 我们真的是啥都不知道 真是 真是 难为你这个大男人了 娘 我觉得 她的命 一定很苦很苦 而且 我觉得她心里好像有一个人 你们说 她会不会是小婉 傻 小婉 对 我也觉得是小婉 娘 那种眼神我见过 除了小婉 别人不会有 小婉 小婉 小婉失踪以后 在我这心里 总觉得她不会走远 她老是在 能看见咱们的地方 还有 上次去小婉看见的那蒙面人 哎呀 不会吧 那天放 那天放从哪儿来的 对呀 还有天放 娘 如果小婉还活着的话 就让正午 把她接回来吧 不是 你胡说什么呢 哎呀我没胡说 娘 这个家 本来就是她了 娘 你们就是听我的吧 哥哥 您先别急 她是不是小婉 咱还不清楚 这样 咱们先找到她的人 然后再解开这个笔 我来的 他没用 就是她的 是她的 谁呀 进屋再说 爹 你怎么来了 爹不放心 爹 你干啥来了 来看看你 怕你在这儿不安全 我在这儿挺好的 挺安全的 老师说了 说让我们不要随便在街上乱走 说现在满大街都是鬼子汉奸 老师还说了 说如果这个特使走了以后 鬼子肯定要进行大搜查 说不定还要围剿十八盘山上的抗日义勇军呢 爹 鬼子现在还到处贴抓你的学长令呢 哦 悬赏多少钱 一千块打烊 看来你爹还挺值钱的 爹 你还笑呢你 京城多危险呢 对了 昨天晚上婶婶来过了 婶婶 那个婶婶 大龙叔叔家的婶婶啊 她在这儿干什么 昨天晚上鬼子抓她 恰巧跑到咱家门口了 爹 婶婶 真是太了不起了 别说这些了 婶婶 她说了什么没有 她说的都是我不高兴的 她不要我和天方哥在一起 不不要我和天方哥好 她说她去哪儿了 她说什么要去打鬼子 报什么仇 什么时候走的 天刚亮就走了 爱爹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你是跟你说不明白 你们大人可真是的 昨天晚上婶婶就说了挺多 让人不明白的话 现在你又说了这么多 让人转问不透的话 不行 那一个人太危险了 我必须把她找回来 伊藤杀害溥伊特时返回的路上 被埋伏在这里 刺激冒仇的秋小婉 一枪毙命 日军随即展开 对秋小婉一风云一风云的嘴上 鼻子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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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啊 都毁了你 要不是你及时赶到 小婉恐怕 真的会落到小鬼子手里 男哥 别在这么说了 还是赶紧进城给他找个逮捕 但现在还发生热闹 他这是头部受伤 很危险 必须要找医生 不然 不然 我去找猛医吧 找我们草原上最好的大夫 我相信一定可以把他治好 那好啊 那好 那快去吧 只要能治好就行 哥哥 这种天气行吗 顾不了这么多了 救人要紧 路上小心啊 小心啊 这五啊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找到最好的猛医 把小婉救活 他一定会没事的 好 走了 路上小心 放心吧 驾 路上小心 驾 驾 taraf Consult 你真是很不stoff 别勿认我 你 discern认我 你不得了 乃书 你不得了 你不是不不得了 你才做得了 陈总 为了乌龙没矿 在离开家 离开我了 是我没照顾好妹妹 爹在世的时候 每天都想着她 可是就是不知道她在哪 大龙 多亏了你 这也是缘分 是你救了小马的孩子 谢谢你 这真是 这让我怎么说呢 祝我 大龙哥 你救了小婉 我和本发都应该好好地谢谢你 也让小婉在十八盘山上 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 让她成了一名抗日的战士 你们两位真是这么想的 娘 这大夫怎么还不来呀 再不来小婉可就危险了 可怜的孩子 他们哥 你别着急了 哥哥肯定比我们还紧 这来回一百多里地 我想她快快来她 蒙逸来了 来了 来了 快快 来 快点快点 高热昏迷 首先要推热 那那快点啊 就是快点 用开水冲开 我看看 这是我们大草原上 心脑褪热的猛药 快去快去 快去呀 男人们出去 保持安静 我好给她治疗 好 你们出去吧 出去吧 出去吧啊 去吧去吧 出去吧 没事的啊 你说这也真是 好 那我先走了 娘 娘 我一定要救活小婉 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活她 哪怕用我自己的命去还 都在所不惜 好孩子 有你这份诚心啊 小婉她不会有事 啊 不会的 来 娘 这孩子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 娘 猛医不是说了吗 小婉啊 是头部受伤 现在伤口已经快好了 但就怕以后 有什么后遗症 我相信 小婉一定可以熬过来的 她一定会醒过来的 好好好 好啊 你 你说 等我哪天碰到那个欲文鬼子 我就一刀一刀把她给剁了 我就问问她 为啥到咱们国家杀人放火 啊 为啥不在 不在自己国家好好待着 问问她们 有没有爹娘管她们 为啥跑到我们国家来祸害人 娘 你小声点 别再生气了 其实小婉姐 也是为了给她爹报仇 才去和鬼子拼命的 我真的很佩服她 国民的孩子 你 诸位 帝国的大东亚盛战 正在顺利地推进 黄军 在中国战场 正在节节胜利 但是 国内的战备资源 远远达不到战争的需要 军部命令 革战区 要尽快把煤炭 钢铁 橡胶 和棉花 以最短的时间运回日本 诸位 这里的炭业 现在粘产三百多万吨 优质煤炭 极大的支援了帝国的盛战 对此 天皇陛下 很是欣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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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对啊 对啊 好啊 各位 富饶的满洲国 不仅有煤炭资源 还有森林 种金属 有色金属 和各种稀有金属 是啊 有到他们都有这样的 这些 都是帝国战争 急需的资源 因此 为了帝国的利益 为了把这些资源 更好地开发出来 我们必须消灭共产党 消灭抗日益勇区 才能把满洲国的资源 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 各位 明白了吗 好 速度 为了地 快 路 给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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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我 我 她 我 我 来 喝点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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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儿 来这儿 快 快 喝点水 我实在受不了了 快 去那边看着点 自当那个特使 到了咱们矿场以后 也许有多少人 被他们抓去那个什么 思想矫正辅导院 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的 照这么下去 咱们这帮当兵的 恐怕都得死在这儿 有大哥 你老实说 咱们到底能不能逃出去 能 你光说能了你 你到底跟外面有没有联系 有大哥子 八龙军 我军 易勇军 那都是中国人 都是打小鬼子的 你老实说 上次把小鬼子打死的人 到底是谁 是我呀 南长 易勇是说过 咱们有机会能逃出去的吗 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 你倒是说话呀 你想把我憋死呀你 有大哥子 咱们都是中国的军人 在战场上 我虽然穿的是国军的衣服 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日门鬼子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 你要是再不说 我就带着我国军的兄弟 跟鬼子拼了 还是那句话 希望你能相信我 阳长 鬼子来了 走 走 来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 后面的快点 快点 快点 老尾头 你来了 祝我 你来了 祝多 你来了 赶快坐 你在这儿不能太上时间 怎么样 快说 组织上有什么任务 组织已经决定了 马上营救那些特殊老公 再不营救啊 鬼子就把他们给折磨死了 鬼子 建立了一个思想矫正辅导院 凡是看着不顺眼的呀 都得抓进去 那就是一个杀人的魔窟 凡是抓进去的人 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 哎 咱们牺牲了不少同志 一定要为死难了烈士们报仇 老尾头 你通知刘大哥 一定要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好 就等这一天了 就等这一天了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 志武啊 中共辽西地位指示我们 一定要做好这次营救工作 因为这批特殊劳工 都是华北战胜上 英勇顽强的抗日战士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逃出牢笼 重返战场 震光 我们会按照辽西地位指示工作的 你放心吧 嗯 你看这天啊 晴空万里的 多好看啊 咱们中国的天 中国的矿山 绝对不能让日本鬼子 在这里兴风作浪 横行霸道 放心吧 我们一定配合好特殊劳工暴动 狠狠打击日本鬼子 现在 老尾头汇报的情况证明 战俘与鬼子已经是剑马弩杖 看来 我们必须提前暴动 不然的话 这些抗日战俘们 可就命悬一线了 是啊 这事说起来 真是 造化弄人 谁都没有料到 事情的发展变化 会这样会 是啊 我们也只能根据局势的变化 随即应变 还好前段时间 成功击毙了北村 没知我 那次和你一起击毙北村的那个人 是左大龙的双江夫人吗 你知道 她是谁吗 她不是你生死兄弟 左大龙的妻子吗 她就是秋桥文 秋本发的妹妹 跳崖自杀的时候 她被大龙给救了 她知道自己父亲死了 就发誓要练枪法 杀鬼子 帮我成功击毙了北村 秋小婉 打鬼子一枪平面 凭个杠东羽下啊 一个冠冬军下呀 姑娘 姑娘 你醒醒啊 姑娘 姑娘 醒醒啊 你是谁 哥哥 你来了 我 我想借小婉回山里去 回山上 为什么 你看这里也不太方便 还是回家 家里方便吗 左大龙 你想干什么 哥哥 你别生气啊 你以为 他是你老婆 你就说了算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那是 哥哥您 都怪我 一切都怪我 当初 当初是我让小婉离开支舞哥的 是我们家强行拆散了他们俩 要不然徐志武跟乌龙煤矿就要遭殃了 因为这个 小婉才不得不离开徐志武 但是我知道 他一直 也没有忘了志武哥 而志武哥 也一直惦记着他 我太清楚一个女人心里藏着一个男人的滋味了 哥哥 你别说了 我明白了 你让我做的 我答应你 你让他 离开小婉 让他回到支舞身边 这个你跟我说了都不算 等他醒过来 我们才知道 他到底需要什么 我都想好了 他想要的 我都想好了 这要是我可以给 我全部都给他 只要志武哥高兴 让我做什么武汤面子 散戴 志武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大陆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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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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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